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9年9月21日的凌晨1点47分 台湾人经历了一场百年的大地震 瑞斯规模达到7.1的积极大地震 天摇地动的持续了102秒 造成全台湾惨烈的灾情 然而灾难似乎是不会停止 而且也不会只有一种形式 就在10年后 2009年8月8日的莫拉克台风清洗台湾 它超大的雨量 引发了洪水以及土石流的灾情 更是重创了台湾中部 南部以及东部的各县市 特别是九二一大地震的 以及莫拉克风灾 都带给许多原住民的部落 难以回复的严重的灾害 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回顾 原住民的部落族人 是如何从这样一个灾难中 走出一条重建复苏之路 如何在危机当中 看见部落的重生的契机 那我们从大自然的灾难当中 又学习到了哪些宝贵的 一个生命经验 先来介绍今天的现场来宾 第一位是基督教借菜总会 社会救助处的处长全国成 观众朋友还有族人 大家晚安 我是介绍总会的处长全国成 文伦 好 第二位来宾是 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 洪志杰 主持人好 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 第三位来宾是 达卡努瓦部落重建工作站的站长 他目前也是原民会族群委员 阿布 部落大小声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来自高雄 纳马夏去达卡努瓦部落工作站的阿布 好 今天部落大小声 也特别在台中的重建部落 也就是达关部落 开辟了第二现场 邀请到原住民生跟 德马问协会的执行秘书林建志 来参加今天的讨论 是不是先请建志 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打一声招呼 部落大小声的各位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这样好 我是水扬卡努 我的族民就叫水扬卡努 林建志这样 大家好 好 欢迎各位来宾 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 也会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 访问也是同样是 921重建部落的日月坛 少竹部落会议主席巴努 也是针对今天的议题 来分享他的一些看法 我们今天同样也会开放电话的call in 还有脸书的直播call in的电话 02-2788-3008 部落大小声一起来发声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订阅 原市部落大小声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节目最新的资讯 在正式讨论之前 我们来先来看一段 二十加十原乡灾情汇整的一段报道 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 台湾发生瑞士规模7.3的积极大地震 百年罕见的大地震摇晃时间长达102秒 共夺去了超过2400位民众的宝贵生命 造成近52,000户住屋全岛 半岛的也有54,000多户 在损害金额高达新台币3亿6,000多万 位于积极大地震镇央周围的三个原住民乡 包括南投仁爱、信义以及台中和平 受灾最为严重 另外苗栗滩乡及嘉义阿里山乡 以及迁居中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 也传起多起灾情 根据档案文献 921大地震发生当下 造成中部原乡部落有27位族人不幸罹难 全岛或半岛的住户至少1700户 同样天灾引发的重大灾情 2009年8月8号的莫拉克风灾规模 也创下百年之最 死亡失踪人数将近700人 经县市政府刊定的住屋损毁有1700多户 受灾范围涵盖全岛11县市 面积达半个台湾 有910多万超过四成的台湾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受影响 在损害金额近2000亿元 在后重建的永久屋基地达43处 总计兴建3561间永久屋 在莫拉克风灾中受创的原乡灾区也集中在中南部县市 包括屏东县的八个原住民乡全都列入灾区 台东县有达仁、大午、金峰、宇泰玛里乡、高雄市的纳马夏、桃园、茂林区 还有就是以平埔族群灾民为主的甲仙区 嘉义县阿里山乡、南投县仁爱乡 以及台中市的和平区 因为灾后严重受损 需要进行安全评估之原住民部落 总计超过80个 当中有近半数部落被迫面临异地重建的千村抉择 原住民每一个部落都自成独特的文化与空间单元 莫拉克风灾带给族人的除了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害之外 还包括了对原住民族文化传承与族群延续的空前灾难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常常说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回顾整个921震灾 还有莫拉克风灾发生之后 全台有很多的原住民的灾区部落 就启动了各式各样的在地化的一个灾后重建的工作 部落族人是相互的扶持 来克服家园破碎的伤痛 那首先我想请教目前人在达关部落现场的建制 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达关部落开辟了这样一个共同部落厨房 来去重置一个重建的工作 您自己本身是三叉坑的部落主人 因为921震灾的关系 开启了长达20年的这样一个部落重建的工作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当地受灾部落共同成立的这样一个 原住民生根德马文协会 那其实这个德马文 按照给泰雅族的语意来讲 本身就是生根的意思 是不是请建制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部落里面 我们一直谈部落的一些发展 其实最基本的就是要回到土地 或是我们的人群 群体里面去做生根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是真正的在部落里面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跟族人一起互相 然后我们希望更深化 杂根 所以我们就会用德马文这样的一个 来命名我们自己的团队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讨论出来的 也希望可以是未来 是 建制就是这二十年来 就是从部落到部落之间 是这样一个合作努力 我想请问一下德马文当地的族人 到底开辟出了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重建道路 其实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下子跳跃 就成这个样子 他一定是点点滴滴这样慢慢累积出来 那我们在谈过去的二十年 可能十年前 可能三 可能十五年前的状态也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就是朝着我们既定的 就生根这样的一个目标 透过我们照顾我们的自己的族人 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生存的环境土地 我们这样的方式就开始慢慢的开展 那我们至于现在的点点滴滴 其实我们可以用就是更具体的一些 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状况 我们也在做一些老人的服务 耳哨的陪伴 我们也有在做一些耕种 我们就用一种比较改变过去 部落习惯的那种惯性能法 或者是比较是用那种市场思维的 单一种植这样的方式 我们想要跳脱这样的框架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友善耕种的学习了 是这样的 好 我想请教一下 昨天是9月20号 那今天凌晨是9月21号 在1点47分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做了一个首页的 这样一个纪念的活动 是不是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20周年的 一个纪念活动 其实我们从 打从我们团队形成以后 我们每一年在经历921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定都会有小小的一些聚会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我们不断的就是再回首 回首我们再经历到灾难 那样的一个时间点 再回来提醒 相互提醒 我们在过程里面 我们要是怎么学会了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帮忙 那我们怎么在过程里面 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 我在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每一个 我们就会找921这个时间点来 会邀请更多的部落的族人 或者是过去在我们厨房里面 曾经有参与的一些伙伴 就有空就邀请大家来 大家吃点东西 分享一些食物 然后就他透过一些聊天 我们再回到过去的那项 过去的经历里面去谈 然后我们从过去的经验 在 我们在 我们在可以看到未来 可以怎么讨论出 未来该要怎么走 才可以持续的永续的 就往我们更美好的目标去努力迈进 这样 好 我非常谢谢建制分享的 这样一个重建的经验 其实今天 今年除了是921地震的 接满20周年的一个时间 88的莫拉克风灾 今年也是接满了10周年 如果说我们要区隔921重建 还有莫拉克风灾重建 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 应该就是说针对莫拉克重建 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 永久屋的重建的一个政策 但是在我们现场 这阿布尔来自的达干诺瓦部落 其实你们没有选择 就是永久屋的这样一个政策 而是选择要回到部落重新出发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 你们回到部落可以说是百废待举 那怎么样来踏出 几乎当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第一步 好的 我想这其实还是一个 蛮沉重的提问 不过我想也借这个 也借今天跟所有曾经在这10年 陪伴我们的人 跟协助我们的好朋友 跟你们致上一个深深的谢意 就首先谢谢你们陪我们 走过艰困的10年 那再者就是说刚主持人谈到 就是说千春这个议题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我觉得对纳玛夏的 达卡罗瓦里来说 我们族人自认为 那其实是相对上是比较安全的 再者对原住民来说 其实你要迁到一个 离自己的山脉跟溪流跟土地 很远的一个地方 对原住民来说 那其实不是一个选项 那当然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整个在八八风灾的时候 它没有提 它除了永久屋的政策之外 其实它没有再有一个 也许可以有另外一个选项 比如说中纪屋 但我觉得很遗憾 在当时我们提出的 中纪屋的政策是没有被采纳 所以我觉得 因为没有中纪屋这个选项 所以我觉得重建之后 其实算是还蛮辛苦的 能不能提一提你们当时面临到一些困难点在哪里 怎么样找把部落的人找回来 怎么样从一个几乎是已经是被毁气的一个家园 再重新站起来 好 当然我在这边我也非 我要先跟那个财团法人至善基金 设计基金会跟他们说谢谢 因为我记得当时其实很多的机构进场 那其实对当时所谓的灾民来说 可能需要的比较是可以安顿下来 我觉得刚开始可能需要的是安顿下来 那我印象记得很深刻 其实当时我们的智杰执行长 其实也是到着人美营区 然后我们再讨论包含之后的重建这样 但其实我们要重建的 就是要回到部落面对百费待局 特别是其实当初也 他也没有一定说一定是可以留在部落的 他其实刚开始是一个所谓的低度重建的 低度重建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回到部落确实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非常庆幸的是我们遇到的是一个 可以跟部落特别是基层的声音 基层的人的生活是可以接得到的一个基金会 就是智杉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其实面对这么大的困难 那我印象很深刻很多的资源也进场 但是智杉陪伴我们的是 好先把比较辛苦移动能力条件比较辛苦的人 我们先有一个地方是安顿下来 所以对我来说可以安顿自己的长辈 然后也可以安顿比较移动辛苦的妇女跟小孩子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 我自己再回看 其实那是一个还蛮适合当时我们的状态 因为你有也因为那个安顿下来 其实我们之后我们也长出了一个 豆纳达姆 就是有老人在的地方我们也称作七老之灰屋 其实我们在那个基地上开始 印象很深刻 对我来说那个非常深刻 其实智杰在2010年的1月21号是人们营期结束 然后我们就回部落 然后在2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办 当时甘尔甘尔夫其实是还没有证明 然后那时候在想 怎么样让我们的长者 怎么样让我们的长者是有一个希望跟盼望 所以那时候在讨论 那我们要不要回到我们的萨哥勒座感恩 就是谢谢主灵 必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回到部落 那印象很深刻 其实那时候跟我们的智杰执行长在讨论的时候 他相当支持 所以在最混乱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可以逐人不多 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回到我们的萨哥勒 然后我们在那边进行一个感恩的一个仪式 那我觉得透过那个感恩的仪式 其实长辈是 虽然是哽咽 然后眼眶湿 可是我们知道这些长辈是回来了 好 就刚刚阿波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这个这样一个重建的过程 其实也把文化的一个传统也找回来了 文化的传承也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 卡纳卡纳布的一个正名的运动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巴巴灾后的这样一个重建工作 跟这样一个正名运动的连结 是不是有相关相当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我想应该是 因为譬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七三国中 所有的直升机都会 它其实都会降落在七三国中的现场 那时候我们也在那边做自救的工作 那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第几个礼拜 有一架直升机带着我们当时最年长的主毛木 当然主毛木也已经离开了 印象很深刻 它从直升机下来看到我们在那边做自救的工作的时候 它突然问我 阿布我们 我们的主人在哪里 那我们会不会消失 当时我其实并没有回答这句 我没有回答长辈的话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提问 我没有回答他 但我觉得这是协助他进行安置 那我觉得我们的重建是 我还是要说非常谢谢 我们的至善 因为我们的重建确实是从文化 然后从农耕开始 所以我刚刚说的我们除了 我们其实在人美营区的时候 我们也很特立的跟至善合作 我们第一个在所有的营区其实我们杀一头株 然后我觉得那个杀一头株的意义是 让我们从部落移动到安置的族人 接触到我们熟悉的跟竹林连接的一个仪式 我觉得那个时候安置的心情是不太一样 那同样的我们回到部落也是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感恩 其实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当时至善也愿意提供协助 在最混乱 而且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还没证明 我记得那时候跟长辈说 我们的溪流溃体 我们的主人也受伤了 那我们有一个合计 我们是不是用合计来再次的把大家凝聚 那其实是很感动 因为长辈其实光是带着我们去看那个溪流 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变化其实在风灾前 我们的算是还蛮深 可是风灾后那个河体就变得 就河面上是很宽 可是当长辈带着我们去看我们要在哪里 进行仪式跟包含我们要在 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 然后那些有规范的时候 其实那是一个很有疗愈 而且其实是一个还蛮安定的一个 路径 我们也可以说是重新找回和土地之间的连结的 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是 所以我觉得达卡罗尔工作站 其实跟至善的合作 我真的是这几年不断的也跟 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在跟国外的分享 确实这是一个还蛮特殊的一个重建模式 它的重建模式是从文化附赠 然后从农作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跟执行长说 他有问过我说 不过那个重建永续或是什么这样子 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太 我就跟志杰说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再次听到土地的呼吸 我想那个画面 那个重建的画面就是这样了 好 谢谢阿布 我想进一步请教就是志杰了 就是说其实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除了看到政府投入很大量的人力 资源 经费 那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包括学界 企业界 非政府组织 乃至于国际的组织的这样的共同的参与 那我刚刚听到说志杰不仅是参与了 这个达卡罗尔这样一个部落重建的工作 我们的理解其实你们也参与了德马文的一个重建工作 我想知道说在这样一个长期的陪伴过程当中 NGO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们在这个灾难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还记得就是921的过程 其实我们已经就有很多的学习 那德马文的经验 其实是带着我们走向莫拉克的这个救灾经验 那所以其实当时政府在定那个 特别的重建条例的时候 原来都是在想怎么样修马路 怎么样盖房子 可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倡议 后来也通过 就是我们在那个重建条例第二条特别写了 说灾后重建应该以人为本 以生活为核心 并应尊重多元文化特色 保障社区参与 兼顾国土保安与环境资源保育 也就是说那当时的这个条例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把一些主要的精神把它定下来这样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都看到的是那个建筑物啊 都是硬体的东西这样 那少了一些文化的关怀跟社区的参与 所以我想NGO的想法跟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当时因为88封灾 我们有一个88灾盟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 所以也很高兴在第一时间真的 第一天就把那个立法院的条文 然后马上送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改过来 然后改了之后就开始落地 那落地的时候 其实社区的参与 就是以至上在跟部落朋友工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是学习的心情 因为其实我们不懂很多外来的人 不知道当地的地形地貌各种的状况 其实伸手去帮的时候其实会 常常有时候反而帮到忙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确实 我跟阿布在聊说 那个重建工作要怎么做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他想要种田 他只想要好好的在田里面种田 我就觉得这样对 因为那个跟生命有关系 他就不再是那个受害者 而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行动 重新跟土地跟生命连接 好 其实谈到NGO 其实全处长本身 也是从NGO这样一个体系出来的 来参与这样一个救援 还有重建的工作 那我知道说 其实您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 在莫拉克风灾之后 担任屏东马家乡 离那里的永久无灾后前村的工作 那我们知道里那里他其实是由三个村的部落族人 然后排湾鲁凯族人所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永久屋的一个聚落 那我是可以从请那个全处长来特别从这样一个里那里 到底这个先从部落的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来先去分享你的经验 OK 我想也就用这个机会 我加入社会工作的已经差不多33年 那我从一个不会救灾的工作 然后不断地被国人或者是NGO的机构培养 一直到也921也是曾经盲撞过 然后学习很多的救灾的能力 到了88的时候 就像看来黄志祥说的 经过好几次训练之后 比较能够有勇气的在灾难中跟族人 跟一些政策跟讨论 所以88算是我在NGO做重建的 算是发挥最完整的一个历练 那其中最大的一个基地就是屏东的马家农场 早年它的名称叫做马家农场 那他们是由三地门的大社村 还有马家乡的马家村 还有屋台乡的好茶村 这三个其实是当时好多村都想进去 那经过一些政府的协调 跟头目的协调之后 它的土地面积跟它的能够容纳的 大概只能容纳差不多500个家庭的以内 所以最后黄固要千村 全部要千村的时候 大概只有这三个村加起来 刚好是483户 那马家农场其实很多名字 过去它的政府的地名叫马家农场 那族人每次都跟我讨论说 他们朋友一直说 你们的马家农场是不是很多 像清清农场这样很多牛马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可以到你家里看 他们觉得不胜其反 就想要用他们族人的名字 我们就开了一个 就是他们地名的正名的一个过程 那有三个村的头目 村长 理事长 还有教会牧师 还有各个文化工作者 花了一个一天的讨论之后 他们就用恢复 就是排完族的一个地名的名字 这个地名排完族发音叫做 林拉利 就是他们说是以前的老人 会在那边做工作 然后看着他们青年从屏东回来的时候 会傍晚会带很多一些菜或是礼物 所以他们在那边跳跃式的 很喜乐的时候 所以发出那个就林拉利 林拉利 所以他们那个地方等于是说 是等待喜乐的一个地方 那到底要用什么汉民 这个林拉利 他们讨论很多 有用美丽的力 或者是力量的力 最后他们三个头目就共同 因为彼此有一些争议 他们就一直觉得说 我们要用礼貌的 用礼仪互相接纳三个村 彼此接纳的一个新的乡礼 所以礼那里就出现了 那经过大家表结之后 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名词 而且这个名词能够带动整个部落 牵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代表一个它的新的一个名称的 总和的品牌 所以很快的林拉利这个名词 在千村的第一 超千村的一个月之后 就改名字了 从马家农场改成林拉利了 我们知道林拉利后来 其实就是有三个村 两个族群的文化 共同在一个永久屋的基地里面 再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原乡一样 那我想请教说 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因为部落的差异 甚至文化族群的差异 而有一些碰到一些 也必须要去进一步协调 折冲的一些事物呢 对于一个外来的 NGO要到一个社区里面 其实蛮重要的是一个 社区工作的一个精神的落实 当然我自己也把我这个 林拉利的这个工作的历程 写成我在金兰大学的毕业论文 那我特别提到公民参议 其实整个千村能不能成功 还蛮重要的是公民参议里面的 意愿的表达 看来我们听到阿布根提到说 他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一个千村 是不是能够成功 就要看基民的参议力 是不是能够充分的被表达 然后他们的意愿 是不是成功的表达 那在整个三个村 千道里那里的过程里面 他们都表示我们是 卢凯族的传统的代表者 比如说好查是 拥抱的故乡的发言者 马家或者是大社 也都是排卵族的古老传统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说 到底要怎么来发展他们的整个社区 那在社区工作里面提到就是如何让不同的意见组合起来 所以我们在灾难发生了两个月之后 我们就取得头目的同意就是 每个月开三次会议 每一村派七个代表 那大家每三个礼拜开一次部落的一些 就是重建的各项的云南杂政 在这个会议里面做一些表决 做一些讨论 然后一起发声给政府 发声给研建单位 所以我觉得三个组织 三个部落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发展了所谓的共同意识 或者是共同想要推展 里那里的整个社区 这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历程 他们就有很好的基础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我们的现场交到 那个达官部落共同厨房那里 我想进一步请教建制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德马文协会的 这样一个部落重建的工作 NGO团体也扮演了一个 很长期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协力的一个来源 我想请教就是说 部落族人会怎么去看 这样NGO的一个角色呢 你们是把他当成家人吗 还是他们终究是一个外来的团体 其实这个应该要说超越族群 也不过我自己的角度在看 或者是我现在的伙伴 其实我们都是几乎是远翰 这样组成的一个伙伴团队 那我们 我认为我们谈的是 我们在实践部落的价值 很好的价值 那我觉得我们部落一定也有 我们自己的能力的限制 我们也有我们的局限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更多 就是外面我们没有的这样的能力 我们可以找一些外面的一些 比较友善的朋友来一起努力的推动 来做各类部落的一些重建的工作 这样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 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就是至善 至善基金会 其实在过去的那个那么多年里面 其实他们一直其实都有 都有相当多的支持这样 如果没有他们的 刚刚开始的在部落里面的支持 其实我们要靠部落自己的力量 来去进行重建 我相信这会更困难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在看待这个重建 其实我们 我比较不会用一个 是说有点排他 或者说好像部落 这个是部落自己要处理的 或者自己要去面对的 我自己在看待就是 其实部落本来就要发展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去面对 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困难 那可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的 有充分的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很希望 有更多的一些支持 跟友善的一些团队 会组织 进来帮忙我们 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力的过程 让我们慢慢在过程里面 也自己就是营造出或者是训练出自己的能力 这个是很良善的一个互相合作的一个过程 那重建本来就是很繁复跟很辛苦 跟困难的一个工作 绝对不会是要单一部落里面要去面对的 我们这个社会有这样良善 有很多那种很有善的一些组织 很美丽的 友善的 有能力的一些组织 愿意进来部落里面帮忙协助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助 我们长出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我都是表示欢迎的 而且我自己在心态的 看待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在实践 对 是 好 谢谢建制的分享 就是错过这样一个灾后部落重建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仅是看到部落重生的力量 也再一次见证一个人性良善的那一面 现在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现场 部落大小生你扣印我送你的活动会持续的进行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会送你有一些非常有特殊的一个纪念性价值的一个礼物 现在你们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包括说特色产业的发展 人才的培育 文化的传承 甚至就是刚刚你提到的一些照顾的工作 可以说这个部落的一个共同厨房 它就围绕了一个泰亚族的一个嘎嘎的精神 发展出一套守护土地 还有就是传承祖先智慧的这样一个运作模式 我想请教建制 就是你们走了二十年下来 对于你们之前所打下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基础 你们要如何交棒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呢 其实我们还是透过我们现有的一些工作状态状况 就是创造一些部落的年轻人 可以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工作现场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提供一些 就是提供我们部落的高中生 大专生 就是暑期的时候来我们工作站做工读 那或者是我们周休二日的 提供我们的高中大专生的一些工读 透过一些工我们现场工作 我们就直接传承 慢慢传承我们过去二十年 在部落里面就发展出来的一些 不管是产业的发展 不管是照顾服务的一些工作 我们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工作推动 让他们从中 做中学习 那过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因为我们可以更贴近这群 就是年轻人参与在我们的工作 然后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讨论事情 然后一起共同面对一些 协会我们面对的困难 从解决困难里面 我们就开始互相 就把我们过去的经验 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动里面 就慢慢的让他们学习 让他们在做的过程里慢慢成长 慢慢也学会一些能力 是这样的 好 我想再进一步请教建制 当你们这样子一个 走出了一个重建之路之后 你们要怎么样去真正的拿回 一个部落的一个主体性呢 我觉得它 我们意识上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还是要有 慢慢学习到 我们要有自主的能力 还是那个一个缓慢的过程 我们意识里面就要知道 我们永远要学习 自己面对问题 自己解决问题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如果要再把我的经验 或者是过去在部落里面 进行重建这样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经验的话 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是一直不断地提醒 后来的一些新学 或部落的一些更年轻的参与者 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我们才是部落里面的主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在看待一个 就是我们在实践 我们的一些部落 很好的价值这件事情 他必须是 我觉得是超越族群 我一直要这样说 我觉得认同 而且真的可以有很努力地 去实践我们各方面的 我们部落那个很好的 那个那些精神 不管是照顾的 不管是自立的 一些产业的发展 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我们就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主人 这样 好 谢谢建制 那我想再进一步请教阿波 就是那我了解 你在整个Dakanoa的一个重建过程当中 你会特别强调原住民女性的声音 也就是部落妇女可以扮演的角色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部落重建 妇女真的可以做出比较多的贡献 或是说不一样的一个成绩出来吗 好 我想就像刚刚我们智杰执行长说的 其实我们的重建是回到土地 那我们特别是我们Dakanoa工作站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从哪里开始 其实是从我们Dakanoa的Vinao Oma的复根开始 就是小米田开始 那你知道在那个小米田 光是长辈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在任何面对很大的困难 部落面对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长辈的生活经验 我一直都觉得长辈的生活经验 跟妇女的生活经验 其实是不能被遗漏的 那就比如这次的八八风灾 我们在那个小米田赋 跟我刚刚说的 我非常谢谢这么多年以来 陪伴我们还在或是已经离开的长辈们 当他们引领我们进行仪式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包含妇女其实在那时候 也被安顿下来 也被安顿下来 跟我们的孩子 因为也要学习我们Dakanoa的 小米的播种的仪式 跟包含到我们年终的 会有一个米贡 米贡的祭典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 其实谁在把这个 在日常生活 谁把这个工作连接起来 其实是妇女 其实是妇女 那小米田的复庚 在这次的八八风灾 我真的看到的是一群不离不弃的姐妹们 愿意面对返乡 然后也愿意面对 其实一个即将消逝的族群 我们怎么在这个那么大的灾难里面 重新再跟着长辈学习 那妇女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其实我在这边真的要跟大家分享是 我记得在第三年 我们把Ganaganava的 乌苏鲁是富裕回来 其实乌苏鲁是 主毛木后来跟我们说 其实在我们Ganaganava的传统上 我们都会有一块地 那一块地可能不大 但是因为妇女一整年是在那边耕作 保肿然后食物的储存 所以其实Ganaganava一整年是 不用害怕没有食物的 那特别回应到我们八八风灾 其实那个时候面对很大的挑战 当你的交通终端 当你没有电的时候 其实你要回到部落 你不牵存 其实那个食物跟生存这件事 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那所以当我们在那块地开始把 我记得是我们小时候 我的达姆种的植物 比如说达米嘎鲁 就是牧鼠 芋头 玉米 豆就是传统的食物种回来的时候 种到第三年 主毛木有一次他们这一个长辈 我不晓得那时候 志杰应该也记得印象 这个很深刻的几个长辈 不过你们那个后面 其实很像我们的乌苏鲁 我们说乌苏鲁是什么 他说乌苏鲁其实就是 很多女性的跟土地的知识 其实是在那块地 是被连接起来的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光是生存这件事 其实女性是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长期以来 女性的声音是没被听到的 就是我们在重建 应该是生活上的复原 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的 日常的耕种 跟食物的维系 其实很少女性的声音 是被听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八八风灾 包含我们 重建工作站 后来我们把 乌苏鲁富裕回来 那我们也有 特别是还有一个 因为长期备战 然后有一个深山里的面包店 跟包含到现在的部落院景屋 我都觉得这个其实都是 女性的要回应 原住民基层女性 要回应气候变迁 然后从日常的农作里面 回应出来的一个契机 那我觉得这其实到现在 我都还 我觉得其实这些女性的 姐妹的经验 其实还蛮让我感动的 是 布洛夫你是很伟大的 好 我们现在要准备 和目前人在日月潭的 少祖部落会议的主席巴努 来进行电话连线 那我知道日月潭少祖 在921大地震期间 也是遭受到非常严重的 一个灾害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大的 一个世纪性的一个危机 似乎对这个少祖族群的发展 也是一个转机 我想请巴努 先跟我的观众朋友 先打一声 招呼 好 主席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事实上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 就是正名的运动 这样的议题 少祖的正名运动 在921大地震发生之前 就已经展开了 但是呢 就在这样一个正名运动 推动的一个期间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 所谓的世纪性的一个大震灾 那巨大的天灾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口数 比较少 而且呢 就是说你们在推动正名 文化复赠这样一个工作的主人来说 当下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两年之后 就是短短的两年之后 也就是在2001年的9月 少祖就成功证明了 我想请问主席一下 您会怎么去看这样一个921灾后 一大少的重建 还有少祖的一个证明的经验呢 第一个我想谈这个证明 少祖的证明运动并不是在921之后展开的 921之前 当时的末代省政府文化处 举办全国的大家来一起春食这个运动 那全国选了10个队 那少祖团队也是其中之一 就已经推展了 当时是1998年 那少祖的工作项目第一个就是少祖证明 第二个就是组成少祖诺发展协会的做腿推动 总共少祖团队所列的工作项目有10项 所以少祖在1999年5月就成立了 那同年也就发生了交易地震 所以这个时候少祖完全就投入在整个一个救灾的工作 那同时我们也联络到过期的伙伴 大家来一起春食的伙伴的过兑来加入那个协助 如何让少祖在乎做一个重建这样 那就像台大城乡所啦 新竹客家啦 还有中文研究院新故乡 还有薛英俊建筑师 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在乎的这个重建的一个团队 同时当时也少祖证明的运动 我们也拜访了政治大学的林修策 不是所领导的政大民主系来统策 这个少祖的一个正名运动 所以2001年少祖正名成功成为第10个族群 我们是在地震之后救灾 然后他有证明都一起在做这样的 好 我想请教一下主席 就是我知道你们那个时候在地震之后的一个月 其实有提出了一个所谓的921灾变日 日月潭地区的这样一个重建的绍宣源 在这个宣源里面你们提到了一个几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说重建它不只是硬体 也是文化的重建 另外就是说族人应该对重建工作要有参与权 另外你们也呼吁能够重回到一个祖传的一个祖居地 Buzi作为一个重建的基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就是光华岛要正名成拉鲁岛 而且拉鲁岛应该归还给少祖 现在看起来有多少的当初的宣源有达到了呢 大概就只有拉鲁岛有归还 拉鲁岛 那不离的部分一直在 阿扁政府的那个少祖无论呼吁的时候 被后来被马英九政府摆烂了 南多县政府一直不愿意配合少祖的这个文化呼吁器这种活动 所以整个议算后来就被中止了 甚至被撤掉了 那少祖无论在整个重建里面是因为我们怕我们族人会流失啊 所以我们是以公代政的方式让族人在部落里面盖自己的家屋这样子 那我们是到外地去募款 我们跟中央研究院募款 像还有新竹的跟日本的福人社 还有后来就是全国災害联盟 我们总共有像这个三个单位募款 因为我们觉得少祖在那个地震的时候 政府绝对不会去看待我们 因为我们这种人是最少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一个会议结议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不看政府的脸色 我们走出户外跟台湾的民间募款 这样的情形 好我想最后一个再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主席 就是说921震灾了也满了20周年 从少祖人的立场 所谓的重建工作应该是还没有完成 那未来还有哪些目标还要持续努力呢 事实上我们的少祖处处在一个观光地区 而是又少 而是受到整个商会的破坏观光的挤压 我们需要一些真的为了这个族群历史 以这个族群生命的人前去重视 我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很顺利 将传统领意的公布被特销 整个少祖文化重建工作也被割置 那整个到底我的族民何气何从 我们应该在这个国家 应该对待这样的一个台湾的主人 少祖人对于瑞坛的观光的贡献有多大 完全不去理解 就是要把少祖掏空消灭 我想这是台湾政府已经违反到原住民的人钱 这样子我想社会大众以及我们同胞 都是原住民 我们应该来重视一些 我们基本的生存的潜力 这样才对 政府同时也要重视原住民的一个 台湾在历史上的一个地位 谢谢 好 那么对于传统领域这样的一个划设的一个工作 少祖人有哪些期待 传统领域只是在先是整个 我们台湾原住民过去的历史走过的足迹 它跟现实的一个法令不会有所冲突 然后当我们原住民在看待我们过去的历史的时候 那我们的政府碰到原住民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问其他实际的一个理由在哪里 就一面的反对 而且碰到评计人说 现在又少祖的传统领域被管着 制造一些烟幕 但尤其在决击期间去抹灭少祖这样 我想整个这样的说法 都有完全背离的传统领域先世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 好 最后再请主席再做一个呼吁 您希望政府以及台湾的大社会 要怎么来对待一个这样的原住民族的 一个重建的一个工作 原住民的历史是在前世台湾的历史 我们过去看的都是中国的历史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写台湾自己的历史 那对原住民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若是我们无法保存下去的话 那是一个政府的责任 因为这个传统文化是一个人类的珍宝 怎么可以说在这个统治的朝代里面 哪一个朝代里面消灭 那变成说这造成原住民的一个文化传统 比如说一个帮凶 所以是很严重的 全世界都在呼吁来保护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以及生活公圈 为什么中华民国不行 为什么 这是我们一昧的以观光金钱为主导的一个政治走向 完全忽略到人钱 完全忽略到最快土地付出的原住民的人钱在哪里 好 谢谢主席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的专访 那回到我们的论坛的现场 我们刚刚听了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我们会感觉到回家这件事情 好像是最近也是一条最遥远的道路 那我想进一步请那个全处长来分享一下 离那里的这样的一个重建的经验 就是其实离开原乡部落到新的地方 重新展开这样一个重建的工作 对于部落主人来讲 心理一定是面临很多的挣扎 那您就为这样的一个 作为一个灾后重建的一个NGO的一个协助者 您会怎么去协助主人来度过这样一个 心理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或是很高的门槛呢 的确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伙伴一直提到 千春或者是迁徙是整个原住民在台湾 早年的一些生活形态 不管是各族群都有自然迁徙的 有是因为天然灾害 有的是追逐类物或是追着农耕做迁徙的 最近的这十几年的台湾的原住民的迁徙 大概都是属于政策面的迁徙 包括光复初期的时候 政府希望照顾更多 所以把我们从旧的部落 放到比较靠近三下的部落 那整个迁徙的过程里面 在文献上它有所谓的自然迁徙 也有政策性的迁徙 那最近的十年就是因为天然灾 发生的迁徙 那这里面伴随着一些 所谓的我看我提到的意愿 是不是族人也没有意愿要迁出来 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屏东 做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观察到了族人里面 在迁徙过程里面 要给他们时间做部落会议 甚至做各种不同部落的年龄层 或者是社会阶层的一些意见的反应 那我这里面有观察到 包括马家好茶或是大社 他们有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会看见 刚开始他们在部落的迁徙过程里面 速度比较慢 那是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晚上白天都在做讨论 可是等到他们起的共识之后 我看来提到他们成功组成三个村合成的一个 所谓的里那里的共同发展的一个 一个叫做重建委员会 他们三个村联盟组成共识之后 在后面的四个月五个月 那个速度就更快了 他们比如说位置怎么摆 他们的入口就怎么摆 他们的部落要有什么样的文化意向 或者是未来马路要怎么命名 他们都在那个时间里面开始出现 那我知道我最后在做他们的回顾的时候 对于马家来说 他们认为因为他们里那里只有七公里 他们老家在上面 就是在里那里上面有七公里 他们只是一个阔村的 我曾经访问过他们 不叫做千村 他们叫阔村 因为他们还是可以白天回到自己部落 做农耕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叫阔村 那对好查来说 因为他们在民国九十六年的 盛怕风灾的时候 他们的村子就开始迁到爱了营期 可是八八水灾的时候 他们村全部都埋没了 所以他们是从一个零 从一个完全没有的重建 重建就是一伙重生的过程里面 他们是不得不一定要迁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有一个就是 他们的团结率就感觉到非常是 这个里那里就成为他们整个部落重新发展的 那感谢他们的敬佩他们 他们又回复想要回到他们自己老部落 就是最旧好查 他们现在也把那个新好查跟旧好查 做了连结有些生态理由的一些探讨 海记者他们在几年前有把那个旧好查 申请联合国的文教的那个就是文史的一些记录 得到认证 那大事来说 他们是离哪里最远 差不多五六十公里的 那个他们的部落也是非常远 所以部落的人 我在做他的论文的研究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只是一个战机在大社 在这个部落 他们还是有希望有机会回到老部落去 所以他们还是定期有派人回到部落里面去照顾他们的一些 原型 旧的部落 因为在这里 不免说有些登上课 有的时候不够道德 到了一些没有基础的那种 就是旧遗址 有的时候会去破坏人家的东西 所以大社的年轻人就组成 所谓的老部落的所谓的守望 所以他们三个村的那种就是千村 虽然有被迫 但是他们在这里面都有一些自主的一个展现 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完全的切断 和旧部落的这样一个连结 我想再进一步请教处长 就是说在千村进去之前 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共识的一个决定的时间 可是搬进去之后 因为是来自不同的部落 每个部落可能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文化背景 那么在一个共同的生活圈里面 怎么去同时保有各个部落 或是各个族群本身的一个特色呢 对 在他们的 他们要求我们讨论部落的完整性的时候 他们要求 比如说部落有多少教堂 在新的基地要有多少教堂 部落有多少的建筑物 在新的部落也要有 比如说他们在林大里有非常有名的 前党湾独一的大社的那个 就是穿山甲的那个文化造型 因为他们说这个文化 他们在水灾的时候 那个穿山甲是他们的守护者 所以他们希望建造一个 建造一个穿山甲 所以现在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穿山甲的文化造型 那马家是他们认为说 百合花是他们的文化的特色 所以他们有一个文化广场 长得很像那个百合花 那好茶认为说 他们希望用传统的丝版物 所以他们还是维持 他们自己部落也有 应该有的风貌跟文化的传承 那对一个研建单位蛮重要的是 要尊重他们的文化意志 所以我们在社区重建 文化重建的时候 邀请了他们很多的部落的文化工作者 或者是他们艺术工作者 在那边加入 甚至他们的监工 或者是施工 都有他们来参与 那请问现在目前 这个NGO团队是已经退出了 里那里部落了吗 还是还是继续陪伴他们 按照NGO的研建 联合国有这样制定规定 当一个研建完成之后 有一个历程必须做一个 关系上的一个ending 然后看吉敏自己来自主 像他来看我们阿布特特别提到 就是部落最后都回到 要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NGO在那边 大概顶多就做三到五年 然后他们自己发展 所谓的拖鞋子的部落 或者是生态旅游 或者是那个手工艺品 那他们就开始 自己有新的生活方式 那NGO就从这边 退出了重建的部分 但是社会服务的那种服务模式 还是跟政府在当地 在部落有服务的项目在里面 好 待会我们在下一段 讨论节目当中 我会进一步请教洪执行长 怎么去看这样的NGO 一个从一个外来的团体 变成好像一个又像家人 不是家人一个陪伴者 最后NGO还是要把这个主导权 交还给部落 退出部落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过在请执行长回答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现场 现在我们现在在达官部落的一个现场 我们先加入了一位来宾 他是来自东华大学 民族社会工作学士学成的 助理教授黄银豪 是不是先请银豪 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打个招呼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银豪 好 在我们进步请银豪发表 他对今天主题的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接听一通 call in 电话 是来自台北的谢先生 谢先生请说 我想请问原住民他的跟众的技巧跟传承 是不是在学校里能够有一个教育过程 是不是有一定比例的学分 能不能进到学校 还是以社区大学的名义这样传承 那跟他的跟众的技巧文化 跟现在学术界的农业系的教育知识 有没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那原住民的口传历史 有没有大地震 或者是大台风的这种口传的历史传说 那像那个中期屋跟永久屋 或者是农跟文化重建 如果要寻找协助 可能要寻找不同的对口的协助团体 好 谢谢 好 谢谢谢先生 我想第一个问题针对就是 耕作技巧传统知识 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承 到底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做传承 是不是要透过学校教育的系统 还是我们的部落大学 或是社区大学 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针对这样一个传统农根知识的一个传承 我是先请阿布来做这个议题的回应 好 我先回应 事实上就我们自己的经验上 就是农作本身其实是人跟土地一起合作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更多的是共一纯的态度跟概念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原住民就我自己来说 我其实很喜欢跟着长辈工作是因为 其实在那个要开始之前 我就会听到长辈跟土地说话 然后就在那个整个过程 其实是不断地跟土地一起合作 包含它把种子摸下去 它也会跟那个种子说话 它也会跟那个种子说话说 你要好好的怎么样 然后土地 风 雨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技术的话 可能它并不能 我觉得对原住民的农作来说 它可能只是占 也没有特别一定的技术 我觉得那个技术 它重要的是其中的文化内涵 是包含我们人跟土地一起共一纯 我觉得那个共一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 因为不同的土壤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气候 也会有不同的耕作方式 特别是我们的人跟土地的伦理 其实在原住民的生活里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农耕 跟土地复耕士 其实那个是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 那那个世界里面 其实人类不是唯一的 然后株栽者 人类其实也只是一个生态 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成员 所以我觉得那个技术的部分 可能还不是 可能那个好像不会是我们 去谈那个技术要怎么做 而是我们怎么认识我这块土地 然后我们怎么耕作它 那至于它刚刚有说 那这个部分是要怎么学习 因为其实每一个族群的耕作方式 都不太一样 然后所以我也觉得 其实对原住民来说 耕作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 深海的一个知识 它可能是可以 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 有一个环境教育 我们也会邀请外面的朋友 就是每一年跟我们 播种小米 那那个小米播种 其实会有一个仪式 那我觉得那应该会是一个 我们农耕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座长本身也是我们族人 先生您对这个议题 就是说是不是这样一个知识 要透过这样一个部落大学 或是说社区大学的这样一个机制 来更有效的传承下去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在重建区特别里那里 有看过那个国小 就是他的一个国小的校长 他把他的小朋友 跟着部落大人 因为我们在那边开辟了一个 所谓的就是研究治疗 每一个家都领到 就是分配到一个 差不多五平大的一个农工地 所以老人带着学校的孩子 去那边种祖先 以前在山上的一些农作物 包括小米或者是树豆 或者是鱼头 所以我看到这位 协生生说的没有错 其实生活耕种必须是有人操作的 必须是教育单位 或者是不管是长辈 长辈或者是社区的一些人 一定要重视这个部分 就是透过生活耕种里面 把那种就是人跟土地 人跟这些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的那种 和谐的关系 一定要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它建立起来 这是在我们认为重建里面 非常重要的文化生活重建 所以除了在生活中 做中学的这样的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传承方式 其实教育其实也是一个方式 可以把这样一个原住民文化 深层的内涵 就是这样子传递下去 让更多人甚至年轻的一代 能够理解到这一个层面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没有办法针对谢先生的 每一个问题都回应 那包括像比如说原住民 有没有一些什么大洪水 这样的一个传说是有的 包括我们泰雅族也有 那至于说中纪屋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我想说我们先把时间 交给我们现场的来宾 然后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主题 来进一步的一个交换意见 那针对刚刚我们在节目上半段 就是第二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提到NGO的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知道在灾祸重建的过程当中 NGO的角色就是陪伴 就是支持 那么NGO它虽然是外来的团体 但是因为跟部落里面的人 长期的相处又有合作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它好像也是家人 可是这个家人有一天是要离开的 那作为一个NGO的工作者 执行长会怎么看这样一个角色呢 我大概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四个学习 那刚刚在谈文化的时候 我想可以引用那个建制的说法 建制他有 最近他在脸书上写的 他说他觉得文化是生活 但是生活是从连结过去的历史到现在 跟我们去面对未来这样子 所以文化应该是活的 它应该是有生命 而且要有创造性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至善在陪像跟德马问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这个GaGa 那个共识共享的那个概念 其实跟汉人是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有一个共通的价值理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互相的互助跟理解 然后跟一起工作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文化它需要有 我们要有重新诠释的能力 然后让它跟过去跟未来连上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在 我们就是活生生的 然后在现在这样 我觉得 所以我在看这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学习就是说 我后来发现哇计划可以成功是他要能够去理解那个文化 而且这个文化是共同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路去努力 那第二个是在个人上面 其实这个倒是我跟很多部落的朋友学的 就是怎么样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当责者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受害的人 如果受害你就只能一直怨天怨地 去指责外面这样 然后可是天灾你能奈何 那你怎么样能够去面对他很勇敢的 去负起你认为该有的责任 然后去处理他这样 那我觉得是一个那个态度在个人上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团队 或者工作者他能够有这样的态度的转变的时候 大概就是我们在讲组织培力的第一步 好 个人的态度转变 那第三个学习就是在组织上面 因为我们在组织上那比较在谈的 就是说NGO的工作就是透明 责心 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工作 大家是看得到的 然后我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 然后所有的讯息是公开的 透明 然后别人如果有捐款给我们 是社会大众的资源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交代 说资源用到哪里去 所以当组织部落组织开始有这样子的 能够这样子去处理他组织的资源的时候 那基本上他就会稳定 因为他会被人家信任 然后他就会被支持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组织上面学到 然后第三 第四个学习是在社区发展上面 也就是说社区发展上面里面很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个人的利益 就是属于私人的利益还是公共的利益 那当我们在做行动的时候想得清楚 很准确的话 那你做的是个人利益 那你就自己负责 成败就自己承担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做的是公共利益 那我们就有理由去连接各方的资源来支持你 所以在很多的行动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行动过程里面 它会混在一起 就有一些又跟自己的利益有关 有时候又 然后又跟公共的利益有关 它会混在一起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当我们越清楚的时候 那那个发展 就会哪一些是属于社区的公共事务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承担 一起来发展 哪些是族群的 那哪一些是个人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可以理清的话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智商学到的 主要的四个功课 好 谢谢执行长 那我现在再把时间交到我们达官部落的现场 我想进一步请教银豪 那我知道你也本身也从事了这样参与 921重建 甚至88重建 甚至在近年发生的 发展0206大地震的一个重建工作 我想请教就是说 你会怎么去界定这样NGO的角色呢 刚刚我们提到说部落的一个主体性 那作为一个NGO角色 工作者有没有可能 跟部落之间的想法有一些冲突 那个时候你们会怎么去化解这样一个冲突 达到一个共同往前的这样一个共识 这其实是个很困难 很困难的议题 那当我们讲NGO的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NGO大部分最主要的使命 就是我们募集了群众或社会的资源 然后想要去做部落的事情 或者做重建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 除了刚刚前面节目有提到的责性 或对公众的责任之外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是 你进到部落里面怎么样跟部落学习 跟部落建立关系 而且你是希望可以累积在部落上面 做人才培育 做在地的培力 而不是累积在NGO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会看到台湾 好像我们在NGO界 可能是因为长期台湾的社会福利 或是我们非常多公办民营的一些影响 非常多NGO的发展 都是一个不断的扩大 或是工程略地 各个地方在扩大服务 可是我们台湾如果可以多一些 社区发展的概念 让我们的NGO其实是更朝向 我们想要尊重部落 然后让部落自己越来越有力量 然后让在地组织越来越有力量 把NGO会的能力 交到在地的部落身上 那台湾就会非常像很有机的 长了很多各地都有在地的组织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思考 是目前台湾NGO界的发展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好 刚刚您好你特别提到了 其实NGO它最大的功能 可能就是带进很多的资源 这对部落主任来讲 是一个第一个印象 那对于这样子一个 就是说你们带进了资源 让部落可能有一段好的日子 可是当你们离开了以后 什么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 有没有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呢 所以这是绝对要避免的 就是先不管是政府的政策 或是NGO进部落或进原乡 提供任何的服务 绝对要小心的就是 你不能够用资源去创造服务 或是用资源去创造需求 就是这是一个最要小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NGO如果 如果因为 因为部落如果里面有看到一个 说让力量真的是留在部落 让人带来改变 资源有一天是会用尽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用资源创造需求 有一天那个服务当政策改变 或是捐款资源没有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 那这其实也会加速的造成 我们会看到很多部落的冲突 或是组织之间的嫌隙 都是因为资源造成的 所以真的不能够把资源 摆在地位 最重要的其实是 你怎么样把在地的力量 或在地的组织培养起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NGO 进部落里面最困难的 真的就是外来的NGO工作者 要提论到这一点 尤其你初期刚到部落的时候 你真的很容易被当作资源 因为大家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你来做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就知道说 好像你带了一些外面募款的资源 可是我们到部落去之后 你可以用蹲点的方式 在部落生活跟部落学习 让部落更认识你 你是愿意跟着部落 一起去做些什么 那你愿意尊重部落的意志 部落提出来的需求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就不会再把NGO只看成资源 就会看到NGO的能力 或是看到NGO可以跟部落协力的 那个契机是什么 大家就可以一起工作 好 谢谢银行 我们今天银行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除了就是看见部落 一个再生的力量 其实我们也关注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向灾难学习 那为什么向灾难学习这么重要呢 那是因为台湾是处在一个天然灾害的高风险地区 我们是请导播给我们图表5的内容 那台湾到底面临哪些常见的天然灾害 包括台风 地震 土石流 洪水 坡地崩塌 甚至还有就是气候变迁的带来的一个威胁 那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 他提出的一个报告 他提出台湾在同时暴露三项以上的天然灾害的土地面积 还有面临威胁的人口是高达73% 而这个数字是全球第一的 那另外同时暴露在两项以上的天然灾害的土地面积 还有面临灾害威胁的人口是99% 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生活 我们必须要随时准备面对下一次的灾难威胁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讨论 我们到底要从灾难中学到哪些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教训和一个经验 那灾难是不预期的 没有办法预期它什么时候可以来到 所以防范于未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是不是可以请全组长来提一下 你从这样的一个这么多次的一个灾后重建工作 对于所谓的灾害这样的一个防治的工作 你有哪一些的心得呢 对所以正好今天就是政府在推动20跟10 其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防灾重与救灾的过程 所以今年是政府在大力推动20时的一个国家防灾日的 那我的机构今年也开始觉得社区的自主性的防灾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社区的人觉得自己需要防灾 需要被灾的能力出现的时候 外来的NGO比较能够配合 然后他们也由医院来发展 我们在台东的嘉兰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有自主的巡索队 我们在其他部落开始发展 所以过去的灾难我们就发现部落的人就跟伤亡就越来越少了 其实主要的是我们看见部落的人自己站起来照顾自己部落 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让自己在未来的医生 就是更多的投入防灾的工作 用我过去救灾的经验里面 走到部落跟部落的教会林里长一起讨论说 你的部落到底怎么来看待自己 未来怎么面对不可一测的天然灾 因为现在的灾难是更恐怖 更难以记得包括你爸爸的降雨量超出以前台湾的历史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防灾 在大家的一些推动里面一起来推动这样的工作 好 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请目前现场参与讨论的一个来宾 来针对今天的主题来做最后的一个简短结论 我们是先请吴阿布来做一些结论 好 我想其实气候变迁 这个是我们绝对没办法回避的一个议题 那我自己其实会建议我们真的是整体上反省 我们跟土地的关系 特别是台湾其实这么小的一个面积 我觉得接下来的国土规划 其实我也会希望我们自己的主任是 也重视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我也会希望重视原住民 原住民其实是唯有再把跟土地的关系连结好 我觉得我们才会有一个新的契机 还有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再把现场交到我们达官部落厨房那里 就是银豪请你针对今天的主题 来做出最简短的一个结论好吗 好 因为我们昨天也刚经历了我们九二一 地震的二十周年的晚会 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相信在地的力量 也要相信人跟人在一起的那个良善 互相的那个团结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部落厨房 透过一群人一起的努力 一起去互助跟分享 那个力量虽然人不多 可是慢慢累积出来这二十年来 很持续性的赔力 然后一起有力量过程 我觉得那个是很动人的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更珍惜 更往这种在地赔力的方向去 好 谢谢银豪 我们接着再请执行长来针对今天的主题 做一点简短的结论 好 三句话 气候变迁下面更需要注重防灾的预防 第二个是我们不要忘记 受灾的时候的互助共享的精神 它带给我们 第三个是说 当我们进入部落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文化的彼此的尊重 然后去看见彼此的优势 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我们再把时间给全处长 是 防灾重于自己先有防灾的尝试 知识跟能力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能力 你就比较有 你就比较有勇气去面对灾难 然后你对你家人 对你社区就有负担 所以我鼓励在现场观众 都能够开始重视 或者是开始学习 怎么自我照顾灾难过程里面的 一个自我照顾的保护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今天在棚内的现场 以及在达官部落共同厨房地 现场的两位来宾建制 还有黄英豪 来参加我们今天议题的讨论 部落大小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